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工法是 松身甩手 也就是说身要放松 那加上甩手 甩手是通血气 那松身是减轻压力 不管对身体你可以放松 心也能放松 所以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工作压力很大的时代 来做这一步是非常好的 那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脚打开跟胯同宽 膝盖围曲 胯也是围曲 然后第一个动作是拿起来 拿起来 跟肩同高 那么像自由落体这样落下去 落下去手一前一后 现在是先右手再前 然后再起来 它起来是怎么起来呢 就是这个胯跟膝盖 往上弹 弹起来 手起来了 那下去是自由落体 自己自己会落下这样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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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转腰的人 当你右手在前的时候 你这边右边的腰要向前 左手在前的时候 左边的腰向前 这样转 会转腰的以后你又练到腰了 它是松伸甩手转腰 这样抓住这个要顶 另外一个是下沉 就手放下来的时候 这个胯好像弹簧一样 我们假想这个弹簧这样 弹簧合起来 人就下去了嘛 膝盖也是弹簧嘛 就两个弹簧合起来 然后人就下去了嘛 然后弹簧放开 它又弹起来嘛 那放下去 然后合起来这样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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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注意 就是你的手下来不能用力 下来是自由落体 好像手从天上掉下来 就掉在 意念就跑到脚底去了 落到脚底去了 这样 落到脚底去了 全身放松 你的气血整个都往下流畅 所以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那还有一点 你的脊椎要保持垂直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不能这样 这样脊椎就弯掉了 所以你做的时候脊椎要上下垂直 弹起来 落下 弹起来 落下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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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练到这边 手背上面很酸的 你就是用手在抬 你没有用弹的 如果用弹的手是不会酸的 如果你要你抓好的话 他用松弹起来 他借用这种反作用力 弹力 手就不会酸了 那要练到两只手 像两条绳子 像绳子一样很松很松 我们每天只要做五到十分钟 你的心情就非常舒畅 我们接下来到这边 谢谢